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底如何呢 废话不多说 咱们马上开始 演讲次数越多 念雅越熟练 魔导王陛下是无人能比的伟人 还有哪位大人物能像陛下这样爱名如子吗 世王女陛下也是伟大的人物 可是他也为外国人民而做出这么多牺牲吗 他甚至给得到与观众互动这一技巧 这位先生您有听过吗 有哪位君主会为了拯救外国人民 单枪匹马前往吗 被点到的男人支支吾吾思考着 然后回答 没有 我没有听说过 男人略显害羞 台上妮雅身边的两名同伴 立刻热力鼓掌 以表鼓励 妮雅也趁热打铁 是的没有 哪里都找不到这样的君王 只有魔导王陛下 魔导王陛下才是唯一的一位这样的伟人 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正义之王 当然有人赞同 就会有人质疑 这样的演讲必定找不了几个唱反调的人 倒不如说 妮雅还希望能遇到这种人 总比讲完死气沉沉 毫无反应强 谁会相信呀那是不死者也 妮雅承认魔导王是不死者这一点 但他主张凡事都有意外 不死者憎恨活人是事实 但魔导王拯救过人民也是事实 妮雅还指出 在座的各位肯定有人被魔导王陛下拯救过 实际上确实如此 听众几乎没有反驳声音 开场调动氛围环节结束后 接下来要进入严肃话题 这次亚人大群突兀防线 但是悲剧只会发生这一次吗 各位真的不认为会再发生同样的事吗 一片沉默就是最好的答案 孩子的孩子 孙子的孙子 谁能保证曾经发生过的事 不会重新上演 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 地下是一片没错说得好 但是到了大家孩子的孩子 孙子的孙子那一辈 那些只听说过这场悲剧的后辈们 他们还能维持这样强大的军事力量吗 还会派出至今两倍三倍的兵力 正守要塞吗 念雅让在场的士兵 或是当过兵的人们想回想一下 每年一位要塞而消耗的粮食到底有多少 这些又给国库带来了多种的负担 难以想象王室是否还会继续这么做 因此念雅提高声线 所以我们需要魔导王陛下的庇护 为什么呀 为什么要找不死者 念雅可待感谢这个唱反调的男人了 完全是帮他计划 这一位陛下是不死者 拥有强大的力量能永生不死 想必能活到更远更远以后 可我听说魔导王战败丧命了 念雅不能否认这一点战败是事实 但这也是魔导王陛下 为了拯救弱小的圣王国子民 而用了过多魔力造成的 所以追究到底 怪也要怪自己等人能力不足 但关于丧命这些说法 念雅表示陛下并未加崩 席子仍受支配就是最好的正宁 听众中传了一些崇拜的声音 毕竟有很多人都见过席子在卡林下 斩杀亚人的模样 再加上席子如人偶般精致 却未脱离志气的面容 导致很多平民都对席子有好感 一旁的席子听见念雅 Q到自己于是挺胸抬头现场气氛一阵哗然 念雅举起双手要大家稍安悟躁 他继续讲到魔导王陛下 不在此处现身肯定是有原因的 他渴求大家的力量希望寻得帮助 毕竟魔导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打倒亚大巴沃 可即使如此 魔导王还是为了帮助圣王国做了一些本该不用做的事 从而消耗了过多的牧力导致战败 念雅认为就算赌命闯完亚人统治的丘陵地带 顺利找到了陛下 也不能说圣王国回报了陛下的恩情 即使如此各位 我们还是要报答独自一人前来拯救我们的大人物 因为是不死者 所以当他有难时就不伸出援手 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 任何人只要稍微想报答魔导王陛下恩情 我想请求你们各位 先扬后翼再扬 念雅故意停顿了一拍 延迟一点时间才高深开口 我在寻求医院与我一同帮助魔导王陛下的人士 不需要实际前往 技术也好知识也好什么都行 请助我一笔之力恳请大家帮帮忙 念雅低头低头质疑后 席子也稍微低下头 听众稍显激动 我知道可能还是会有人不相信我说的话 不过我可以请各位听听 收复卡林夏之前就待在解放圈里的人怎么说吗 这样以来想必各位就能知道我有没有在撒谎了 演说结束后 念雅回到自己的房间 精疲力尽的探在椅子里 您辛苦了 巴拉哈大人 来者是一名文静的短发女性 年纪大概20岁 她隶属于念雅成立的支援团体 顺带一提 因为协力者的要求 希望能为支援团体取一个名称 因此命名为魔导王救援部队 这名女子的工作内容 就是负责念雅的生活等一切大小事 念雅拿过女性递来的毛巾 擦了擦脸 发出中年大叔般的感叹声 那个你不用管我叫大人的 我没这么了不起 怎么这么说呢 您在本国是魔导王陛下的代言者 又是率先行动的人 不成您一生大人太失礼了 可是让比自己还大的人 叫大人实在有些故意不去呀 而且仔细想想 尼雅压根都不知道 怎么当上这个代言者 他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呀 而且他也不觉得自己 有谈到组织的信念或见解 自己是第一个行动的倒没错 但也不至于发展到如此地步吧 那么我就此高退 还有贝尔川 穆洛先生表示想见您 负责照料尼雅的女性鞠躬后 离开房间 换成一名男子进来 这就是贝尔川 年龄45以上体格健全 原本他的家族 世世代代都在贵族豪门当管家 他本身已有过从事管家的经历 因此尼雅活用贝尔川的力量 请他在支援团体中 担任类似秘书的职务 巴拉哈大人 抱歉 占用您一点时间 没事 有什么事吗 是 容我向您报告 目前隶属于支援团体的人数 已经超过三万人 既然能有这么多人 不 我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一位磨蹈王陛下 真的是一位了不起的伟人 习资在一旁不住地点头 现在团队的人数 变得比一个小都市的总人口还多 这些支援者提出请求 希望能有一个显示团体成员身份的 类似象征的物品 也就是说想佩戴一个能代表团体的物件 这是件好事 连尼亚都想要一个了 于是她很快就同意并吩咐 要用最好的心事来制作 并且必须统一无差别 随后尼亚继续询问之后的行程 好的 巴拉哈大人 大约两小时后 预定将举行支援者的机会活动 对磨蹈王陛下心怀感激 希望能请您参加集会 向大家讲述陛下的丰功伟业 我明白了 尼亚有点开心 因为从大家身上感受到团体意识与亲近感 而且她最喜欢跟抱有相同感受的一群人 促息弹性了 另外还有人希望表示 您去看看训练成果 您现在事情繁多 要我代您拒绝吗 贝尔川是指那些团队组成的轻微队 轻微队自主进行严格的训练 聂雅和希兹都有参与 这是大家在听完聂雅的演讲后 选择执念自己的弱小 并不断努力变强的最好表现 如果能鼓励到大家 让他们更有干净的话 尼亚自己肯定要参加的 因此她很快就答应会前往观望 简报就是这些 现在距离机会还有一个小时 贝尔川叮嘱尼亚一定要好好休息 随后低头鞠躬安静 离开房间 确认对方离开后 尼亚从椅子起身 走到躺在长椅上的希兹跟前 然后自己也躺下来 像用身体压扁希兹一样抱住她 乖哦乖哦 磕头比尼亚艾德西斯向母精红小孩伴轻轻抚摸她的背 我们究竟要什么时候才能去找魔导王陛下呢 从事发当天到现在至少有一个月了也 之前提到过的自愿财神王国东部搜索的人们表示 没能找到魔导王背叛了亚大巴沃的三千只蓝区中 有两千八百只与王子一同前往魔导国 剩下大约两百只前往丘陵为尼亚收集情报 但结果也还没出来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这我知道 可可是 尼亚更用力的抱紧希兹紧紧贴着她 希兹身上散发出红茶般的香气 尼亚将她吸进鼻子里 只有希兹的存在能安抚尼亚的不安 因为只要希兹人还在这就能证明魔导王还活着 不要紧安子大人为人宽宏大量 是呀你说的对 希兹前辈 所以要增加更多支援者 你一定绝不会失败的搜索计划 只要你说的对 希兹前辈 这样做 安子大人会很高兴 只要你说的对 希兹前辈 尼亚我蛮喜欢你的 看习惯了 就会觉得你的长相蛮有味道的 味道是什么了 对了 希兹前辈不能外出也一定觉得很无聊吧 下次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去玩如何 毕竟希兹那仿佛精雕细琢的美貌 以及女仆恶魔的身份 到哪儿都会真为焦点 还有人会害怕希兹会夺走她的灵魂 所以希兹一直都在尼亚身边 只不过聂雅觉得那些百姓很好笑罢了 就算是恶魔 人家也是个难度150的恶魔 而且还是魔导王的手下宽宏大量的恶魔 就算要签订契约夺走灵魂什么的 也得看对象吧 不过现在属于聂雅团队的人越来越多了 只要是在支援者聚集的地区 想必不会有问题 不错 我去当做练习 那就先做准备吧 这件女服装有点显眼 可以换上普通的服装吗 没问题 我想跟一切穿搭随便你 抱歉 从来没有人陪我一起出门 我对服装也没感兴趣 虽对穿搭一点自信也没有 希兹温柔的拍拍尼亚间 乍看面无表情 但尼亚能从希兹脸上看出温柔 希兹竖起大拇指指上自己 包在我身上 后来尼亚发现希兹的品味其实意外的不差 收复卡林夏后 卡斯邦登的工作顿时变多了 因为有获救的一群心血加入 他必须着手设计更细微的组织结构 再加上情报量暴增若是考虑到确认或分配的问题 会非常花时间 如此忙碌的卡斯邦登身边只有一名圣骑士 担任护卫 他懂得毒血与酸术还能帮卡斯邦登主持祭祀仪式 只是本该是由雷梅蒂欧斯来担任这个职位的 但考虑到他的精神状态 卡斯邦登还是让他与多名圣骑士进行训练 当尼亚希兹带回拉凯尔朵的头颅时 雷梅蒂欧斯发狂错乱的引发了严重骚动 闹到以为要出人命了 其实现在已经镇静下来 大家人说是提心吊胆 跟他相处 老师说光凭自己一个人头脑是忙不过来的 必须感谢提供智慧的大人在行 卡斯邦登一面怀抱更深的敬业 一面动笔处理工作 这时身边的圣骑士忍不住开口 卡斯邦登王兄殿下 尼亚巴拉哈那件事 继续方人不管真的好吗 卡斯邦登明白话中之意 他眼睛没离开文件 有些疲惫的笑了瞎 没办法呀就放着吧 还有叫我殿下就行 看着圣骑士露出不解的样子 卡斯邦登终于放下文件 当我们施加压力阻止他的行动时 你认为事情会如何发展 我认为不会怎么发展殿下 他的所措所为会对国内造成分裂 原来如此 你有看过他的讲道吗 圣骑士略显疑惑 看来没有 那你应该是看过他的讲道内容 统整成的文件了吧 那么我先问你 里面有谎话吗 看着圣骑士努力回想的样子 卡斯邦登继续解释 尼亚说的话确实都是真实的 魔导王确实让那些俘虏重获自由 是单枪匹马夺回都市的英雄 不止如此 尼亚这个人也确实是解放卡林夏的重要工程 比起让百姓赞美魔导王的手下 恶魔语仆 他们选择了宣传尼亚 只不过有点过度赞美罢了 但尼亚那一身装备确实只能形容成英雄呀 回到刚刚的问题 如果身亡国在这种时刻施加压力打压尼亚的话 那人民又会怎么看待王室呢 而且现在女仆恶魔可是在保护涅亚又 这个女仆差不多就是身亡国内最强战力了 如果对涅亚出手的话 不知道事情会演变成什么样子 圣吉士念念诺诺 她也无法反驳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 她选择闭嘴 这时副团长请求见面 她带着紊乱的气息走进房间 侦察兵发现有多达五万的大军 高举南京贵族家族的文章旗 往这座都市进军 卡斯邦登再次陷入思考 她命令士兵在战斗位置待命 除非对方动手 否则我方绝对不可攻击 如果对方想与我面谈 就带到我这里来 看着二人离开的背影 卡斯邦登低语 好了 时机成熟了吧 那么本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点个赞 点个订阅 大幕为大家带来更多动漫解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